我們來看一下會不會是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當然 直接怎麼樣先不要不要那麼快就直接按執行你可以按什麼F8我們來看一下F8 當Initial來的時候呢他會幫我把清單加進來 這個好像看不到看不到加的 OK那最後加完之後跳出來我們來看一下他有沒有這個這個這個不要OK 重新再跑一下直接執行好我們來看一下清單有沒有加進來有沒有就自動加進來那加進來之後呢如果說我今天我要留下以斑其他刪除 以斑其他刪除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我要怎麼樣呢我要可以把以斑怎麼樣移動到 第一個 其他後面的都不管反正後面有幾個都不管先把以斑怎麼樣呢先幫我斑到第一個來 第一步對不對 第二步的話呢 第二個以後的工作表 通通砍掉 兩個步驟 那這邊要怎麼做呢第一個我想移動應該沒問題 程式碼應該OK 那再來第二個 跑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就是delete 這個我的那個sheet 那你要怎麼deletesheet 如果不會的話很簡單 你就聚集錄一下就有了 有沒有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就直接怎麼樣呢 在這邊比如說我要刪除某一個 我如果要得到那個某一個聚集的話你就直接這樣聚集 這邊有一個錄製 把這邊錄製 Marco2 然後 按右鍵 刪除 刪除 這邊的話 停止一下 你可以看到其實程式碼就出來了 這個地方 他會有個什麼呢 先 選取對不對 那其實到時候不用選取 就是這個 叫什麼呢 Active Window 現在目前活躍的這個視窗裡面 的什麼呢 Space LED的一個sheet 被delete 那等一下他怎麼樣把這一行 寫到後面 所以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 使用者選了哪一個之後的話 然後 保留那個 把它搬到前面去 後面的全部刪掉 OK 我想各位 先試試看好了 把這個程式 稍微做個修改 不過呢 建議各位 因為等一下會刪除 所以請你的跟我一樣 先關閉起來 把你的檔案先備份 不然你等下砍掉 就沒有了 無法還原的 然後呢 再試試看 就是說剛剛那個清單的部分 把這個啟動的時候有沒有 自動加到這裡面 那程式碼 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步就是什麼 陣地的加進來 第二個的話呢 For I 等於 0到12 然後呢 Cb.add item 就是什麼 就是陣列裡面的所有值 OK 應該沒有問題吧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其實 這個VBA部分呢 就是隨機一遍 如果你可以 想 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話 那你工作上面應該就會很 得心應手 游刃有餘 很快就可以 一個問題很快就可以解決 而且重複性的動作呢 你就不需要說像別人每天都在那邊突發煉鋼 浪費時間 謝謝 我